美军联合参谋部主任陆军中将斯卡帕罗蒂 7月30号星期二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 驻韩美军将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韩国的计划 一直在实施当中 正式移交应该按计划在2015年底完成 这是一项双边协议 2015年战略同盟协议 规定在2015年12月底之前移交作战指挥权 我认为这是一项好的计划 包括为我们两军的联合作战能力设立一些里程碑 确保在移交作战指挥权的时候 我们能做好准备 斯卡帕罗蒂在参议院核准他出任 美军驻韩部队司令的听证会上 做出了上述表述 主持听证会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人卡尔莱文说 韩国有能力也应该接管自己国家军队的作战指挥权 我认为在战争时期 保卫韩国的主要责任在于韩国自己 战时作战指挥的责任应该尽快移交给韩国 实现这一点很重要 韩国是一个主权国家 主权国家应该对自己的国防负责 特别是他们一直在增强自己的国防能力 稍早前韩国军方表示 由于朝鲜不断向韩国发出威胁 首尔已经要求华盛顿重新考虑 在2015年12月底之前将作战指挥权移交韩国的计划 两国原本答应在2012年移交作战指挥权 但是2010年韩国天安号军舰被巨星来自朝鲜的鱼雷攻击 并起火沉没后 两国决定推迟作战指挥权的移交 根据1953年韩战停火后 美国与韩国达成的协议 一旦战争再次爆发 驻韩美军司令将指挥美韩联合部队的作战行动 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领导人英赫夫 在听证会上说 朝鲜半岛局势依然十分紧张 半岛的和平与稳定 仍然离不开美军与韩国军队的共同努力 过去年中金正恩做出一系列敌对行为 包括实验核武器和发射弹道导弹 大大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 威胁到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繁荣 我们的军力必须能阻吓朝鲜的侵略行为 如果阻吓不成功 我们军队应该能惩罚侵略者 保护美国的重要利益 保护盟国 陆军中将斯卡帕罗蒂承诺 如果出任驻韩美军司令一职 获得参议院的核准 他会积极实施美军在2015年底 将作战指挥权移交韩国的计划 并积极与中国方面沟通 继续争取朝鲜半岛无核化 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我已开始跟中国军队副总参谋长建立关系 他们认识我 另外如果我的新职位获得核准 我会跟韩国和该地区其他国家建立军事关系 我认为这些军事关系对推进半岛无核化 具有重要的意义 美国政府最高层官员 还没有对韩国请求美军 推迟移交作战指挥权作出正式答复 两国官员7月30号和31号 在举行例行防务对话时 预计会讨论这一问题 美国之音记者李保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记者李保华盛顿报道